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们这趟去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 鼓励政府 采取更积极的政策 更积极的作为 来捍卫我们在南海的活土 捍卫我们在南海的主权 南海的利益 尤其是太平岛 跟旁边的一个中洲礁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提起国人要重视南海问题 因为你们看越南的手段 越南现在已经沾了二三十个岛礁了 有的岛礁呢 如果是战草的时候 大家只能占一个人两个人 他会把他占你 然后就在上面开始进行各种攻势 然后最后可以放一两百个人上去 就这样 那我们拥有最大的太平岛 我们如果相对来讲 我们太消极的话呢 那未来 我们连太平岛的防务 跟旁边的中洲礁的防务 安全都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那我们也要提醒国人 就是说要支持政府 要鼓励政府 采取更积极的作为 那我们的行程呢 主要是看岛内各种设施 我们上面有一些机炮 我们参观 然后看他们的战备训练的情形 那我们发现这官兵呢 都非常的熟练 因为他们都在陆战区受过训 才去太平岛去助手 那他们也很辛苦 所以我们这趟去的第二个目的 坦白讲 我们就是去给他们说谢谢 我特别给他们说谢谢 我们必须要捍卫我们的祖宠 我想太平岛 自古以来 就是我们固有的疆域 不管在历史地理 国际法来讲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叫太平岛呢 民国三十四年 我们抗战胜利 从日本占据的岛屿里面 我们太平军舰 去那边接收的 所以命名为太平岛 中州郊也是 是另外一条 我想我们太平岛有很多的岛 目前我们有效控令的是这两个岛 而太平岛是期间最大的一个岛 我们在上面的守军 从抗战胜利以后 一直延续到现在 虽然目前有海巡署在接替 没有去以前 我曾经怀疑 海巡署的守备 是不是跟我们国军的部队 差距很大 我今天可以肯定地向大家报告 由他的训练 动作的确实 操作的熟练 以及官兵的精神 跟他的态度 充满了信心 我认为 不亚于我们国军任何一个战斗部队 我想我们行政部没有我们国会也要 我们并不认为去跟中国大陆合作处理问题 会让事情变得比较简单 相反的我们认为会让事情复杂化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要好好把我们认为南海的主权 是在我们手上 可是我们也务实地认定 现在以太平岛跟旁边的中洲郊的 集齐周遭的海域的防卫 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不可能跟人家占领的岛屿 其实一个个要把他收复了 这个是要引起大规模战争 我想我们必须要很务实地面对 目前的现实 感谢观看